就是我们在页面中怎么弄 它这个加载更多就出不来 对吧 也就是说本来一页就显示五条挺好的 然后一直没有出来加载更多 那这出来了 原因是我刚才查了一下 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在controller blog home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之前是这么写的 这么写的传的这个是大型的page size 对吧 就给这个service传说 传的是这个大型的page size 但它希望传的得到这个小写的page size 对吧 所以参数传错了 那应该是这么写 就是小写的page size 等于这个大型的page size 这样的话就会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刷新一下 就可以加载更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实现 这个加载更多的一个逻辑 其实这个逻辑呢 我们就不去手写了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个广场业里面 广场业和手业更像一些 广场业里面加载更多 我们看一下 获取palingdives 然后去掉一个函数 把当夜的这个结果获取到 然后去给它 转移成一个自乎串模板 就是entrpm的代码 最后去返回 其实我们的这个手业 加载更多和广场业的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把代码直接烤过来 它有两个贵一样的地方 在于什么 第一点是我们需要 在三项中获取ID 第二点是我们获取数据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上一节 刚刚做完的这个 get home block list 这个地方因为它需要ID 它需要ID 所以说我们从这儿 去获取这个ID 除了这个和这个之外 其他的代码和我们的广场业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写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加载更多 是肯定加在第二页 第三页 对吧 第四页这些页码 页码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通过页码和这个ID 去上一节 刚刚开发完的这个 get home block list 这个里面去获取单一的数据 然后把它变成 那个Visitman字幕团去返回 至于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么变 我们之前也花了很大力气 去解释这个问题 对吧 大家可以往之前 第一次讲加载更多的时候 去翻一翻 应该是在 关于主页那个部分 好 那这样的话 加载更多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可以去 简单试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 大家看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当然张三则是没有的 张三这个数据比较少 李四这边是有的 李四这边是有的 OK 这个就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那 听一下服务 那至此呢 我们这个 首页的代码就已经完了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在于 我们第一个是数据建模 对吧 第二个就是 三个模型联合查询的 那个怎么去做 那会稍微麻烦一下 其他地方 就是界面怎么显示 怎么做路由 怎么加达更多的接口 这个跟之前的就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 把代码DIF看一下 看看大体过一点 看看有没有什么 太显眼的一些异常 这是我开发的一个小习惯 我觉得这个习惯还不错 所以我每次都这么做了 推荐给大家用 如果长了 你可以按照Ctrl D 让它会半页半页的换 好 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就加一些 开发首页 对吧 好 提一下 OK 那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单元测试 最后的单元测试 我会把它们来做